而沃尔战争也让欧洲地缘政治形势出现了变化 其中一个重大的影响就是中立国纷纷站到俄罗斯的对立面 瑞士跟奥地利最近先后表态 希望参加德国的欧洲天空之盾倡议 那么这项共同防空计划目前有17个国家加入 渴望与北约的防空体系互补 瑞士国防部长预计7号签署加入天空之盾的异象书 那么虽然有声音认为这么做违背了瑞士的中立立场 不过有战略学者指出瑞士只是参加特定防卫机制 并没有违反他们的中立原则 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 当然也包括体谈动态 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 还有订阅华视的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